这个秘密所采取的创造过程 源自新约神经 是个简易的指导方针 让你以三个简单的步骤 创造你所想要的事物 步骤一 要求 賴生尼可思话 第一步是要求 对宇宙下命令 让宇宙知道你要什么 宇宙会回应你的思想 包白普克特说 你到底真正想要什么 坐下来写在一张纸上 用现在识来写 你可以这样开头 我现在是多么快乐和感激 所以 然后说明每个领域 你想要的生活是怎么样 你有选择想要什么的机会 但是你必须先采清自己 到底要什么 这个是你的工作 如果还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吸引力法则 是没办法为你带来任何东西的 你将会发出混习的频率 吸引的 也都只会是混习的结果 或者 这一次是你这一世人 第一次去搞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现在你知道自己可以拥有任何东西 成为任何人 或者去做任何事 完全没有限制 这样 你到底想要什么呢 在创造的过程中 要求是第一步 所以 养成要求的习惯 如果你一定要做出选择 但是又不知道应该选择哪一个 那就要求了 你不应该被生命中任何事情伴住 去要求就对的了 乔惠泰利博士说 这个真是很有意思 就好比把宇宙当作形录一样 你翻了翻 然后决定 我要这个体验 我要那样东西 我要这样的人 你就是向宇宙下订单的人 真是这么简单的 你无需一再不断地要求 一次就够了 它就和在形录中下订单一模一样 那些东西点一次就够了 你不会下了订单 然后怀疑有没有收到 而不断地下订单 你只需要下单一次 创造的过程也是这样 步骤一 只是厘清你想要什么的一个步骤 当内心厘清想要什么的时候 你就已经在这儿要求的了 步骤二 相信 第二步是相信 相信它已经是你的 要有不动的信心 我喜欢这样称呼它 相信看不到的事物 你必须相信自己已经收到 你要知道 在要求的那一刻 你所想要的东西已经是你的了 你必须要有传言和绝对的信心 如果你已经从形录上面下了订单 你会放轻松 知道你会收到你订的东西 然后继续生活 在你要求 相信 而且知道你已经在看不到的世界里面拥有它的时候 整个宇宙就会转变 将它带到来看得见的世界里面 你的所行 所言和所思都必须好像正在这儿接收它一样 为什么 宇宙是一面镜 而吸引力法则会映照出你的主要思想 所以你必须认为自己正在这儿接收它 这一个是很有道理的 如果你的思想有注意到你 还未拥有它 这样 你持续吸引来的就会是 还未拥有它 你必须相信你已经拥有 必须相信你已经收到 必须发出已经收到的感觉频率 好让这些画面传回来 成为你的生命 当你这样做 吸引力法则将会强力驱动所有的情景 人和事件好让你接收它 当你预约一个假期 订扣一部全新的车 或者买一栋房子 你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你的 你不会同时又去订另外一个假期 车或者房子 当你中了彩券 或者继承一大笔遗产 就算你还未实质这样拿到钱 也都知道它已经是你的了 相信它是你的 就是这种感觉了 也都正是相信你已经拥有 相信你已经收到的感觉 利用感觉和相信 它们已经是你的 来对你想要的事物做出要求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吸引力法则会强力驱动所有的情景 人和事件 好让你来接收它 你要怎样将自己带到相信的点想 开始假装 好像个孩子这样假装 举止要好像你已经拥有它一样 当你假装 你就会开始相信你已经收到它了 巨人无时无刻都会回应你的主要思想 并非只是在你要求的时候 那就是为什么在你要求之后 你必须持续去相信和知道 要有信心 你已经拥有它的这种不老的信心 正是你最大的力量 当你相信你已经在这儿接收它的时候 请准备好 看着这个魔法的发生 乔维太利博士说 这个宇宙将会为了你 开始重新调整自己 你为你而生 杰克·坎菲尔说 我们大多数人 从来不允许自己去上网自己真正想要的事物 因为我们不明白 它会怎样显现出来 巴伯普克特说 只要稍微做些研究 你会发现很明显 那些有所成就的人 之前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做 他们只知道自己要去做那件事 乔维太利博士又说 你不需要知道它会怎样到来 你不需要知道宇宙怎样重新调整它自己 它要怎样发生 或者宇宙要怎样将它带给你 都不关你事 让宇宙来为你做这些事 当你努力要弄懂它是怎样发生的时候 你就是在发出一种缺乏信心的频率 你不相信你已经拥有它 你不相信宇宙会为你去做 而认为你必须自己去做 在创造的过程中 遇喝并不是属于你的部分 巴伯普克特说 你不知道怎样做 但是它会呈现给你看 你会将方法吸引过来 黎珊尼可思说 大多数的时候 如果看不到我们所要求的事物出现 我们就会感到沮丧失望 于是开始怀疑 这个怀疑带来了失望的感觉 接受这个怀疑 而且转化它 辨认出这个感觉 而且用不动的信心 我知道它已经在实现的道路上了 去取代它 步骤三 接收 黎珊尼可思说 第三步 也是这个过程的最后一步 就是接收 开始感觉是很好 想想如果你想要的事物已经来到 将会是怎样的感觉 就用同样的感觉来感觉它 现在就去感觉它 马尔西许莫福说 在这个过程中 去感受喜悦 快乐是很重要的 因为当你感觉良好的时候 你就是将自己 放在你所要的事物的频率上 默珊·帕纳德·贝灰斯说 这个是充满情感的宇宙 如果你只是在理智上相信某件事 但是背后 就没有语之对应的感觉存在 这样你就不会有足够的力量 在生命中显现你想要的事物 你必须对它有所感觉 做一次要求 相信你已经得到 然后在接收的部分 你只要去感觉喜悦就行了 当你感觉好好的时候 你就处于接收的频率上 就位于所有美好事物 向你移来的频率上 而你将会得到你所要求的 除非它是得到之后 会让你感觉良好的事物 否则你是不会要求它到来的 不是吗 所以将自己放在可以让你感觉良好的频率上 你会有所得的 有一个将你放在那个频率上的快速方法就是 对自己说 我现在就在这儿接收它 我现在就在这儿接收我生命中的一切美好事物 我现在就在这儿接收 然后去感觉它 去感觉好像你已经接收到它一样 我的一位智友 马尔西 是我所见过最伟大的催化者之一 他会感觉所有的事物 他会去感觉当他所得到要求的事物的时候 那种感觉 他会将所有的感觉化为真实的存在 他不会被遇荷 荷事 荷处 捆绑住 他只会去感觉它 然后将它显现出来 所以 现在就去感觉喜悦 鲍伯普克特说 当你将梦想变成事实 你就会想将那个梦想 构筑得越来越大 亲爱的朋友 创造的过程就是这样 鲍伯导义说 对吸引力法则的研究和执行 只要找出什么事物 能够帮助你产生 现在就已经拥有它的感觉 去试开那辆车 去为那间房子购买家当 进去那间房子参观 尽你所能去产生 现在就已经拥有它的感觉 而且劳劳记住那种感觉 你为了达成它所做的每件事 都会帮你真正地吸引它来 当你感觉 好像现在就拥有它 那种感觉 真实到好像你已经拥有它一样 相信已经得到 你就会得到 鲍伯导义说 可能你一早睡醒 它就在那里 它实现了 或者 你可能会得到某些行动的灵感 当然 你不可以说 我是可以这样做 但是老兄 我讨厌这样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就不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有时候 启发的行动是在做接收的动作 你能够拥有的 艰苦 增责 当你的行动是向宇宙接收 那种感觉将有如信留意下 毫不费力 这个就是受到啟发的行动 以及处于在宇宙和生命之流中的感觉 有时那个行动的感觉就是这么美好的了 因此要等到你接收到之后 才会察觉到自己是有采取行动的 那个时候你将会回头见到宇宙 是多么美妙而神奇地 将你带到你想要的事物上面 而且将这些事物带到你的面前 乔惠泰里博士说 宇宙喜欢快速行动 不要拖延 不要猜测 不要质疑 当有机会 有冲动 有内在的灵感推动的时候 行动 这个是你的任务 你必须做的 只有这件事 相信你的直觉 是宇宙在里啟发你 是宇宙以接收的频率 在跟你沟通 当你产生了本能或直觉 就跟随它 你将会发现宇宙好像磁铁一样 将你引领到你想要的事物那里 包白普克特说 你将吸引你所需要的一切 如果需要钱 你就会吸引到钱 如果需要人 你就会吸引到人 如果需要某本书 你就会吸引到那本书 你必须留意你所吸引的是什么 因为当你心中 有着想要之物的画面的时候 你就会被它吸引 而它也会吸引你 但是实际上 它是藉由你 透过你 而成为有形的实相 它凭击的 就是吸引力法质 要记得你是块磁铁 吸引一切事物到你身上 当你心中已经清楚要什么的时候 你就成为吸引那些事物的磁铁 同时 它们也会反过来对你产生磁性 你越常去实行 越常见证到吸引力法质 将事物带来给你的事实 你就会成为更巨大的磁铁 因为你增加了信心 相信和知道的力量 麦可·帕纳德·贝灰斯说 你可以从一无所有开始 然后从这一无所有 从这个不可能之中 道路就出现了 你所需要的就是你自己 以及运用思想 让事物化为真实存在的能力 人类历史上 所有的发明和创造 都是起源于一个思想 道路就是从那个思想中出现 然后从模型到有形地显现出来 杰克·坎菲尔说 想象有一辆在夜间行驶的车 大灯只可以照亮前方一两百尺的道路 但是你可以从加州 连夜一路开到纽约 你只需要见到前方两百尺的道路 就已经够了 生命也都是这样在我们面前开展 我们只要相信 下面两百尺的道路是开展的 跟着下来的两百尺 也都会是开展的 这样你的生命就会一直开展下去 无论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它最终都会带你去目的地 因为那些就是你想要的 信任宇宙 要信任 相信 有信心 之前我真的不知道 如何将这个秘密的知识 搬上电影银幕 我只是抱持着愿景的结果 在心中清晰地见到它 用所有的力量去感受它 于是制作秘密的一切所需 就全部到位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